在昨天中午11点半周南通市通州的一家纺织厂里发生了惊险的一幕 一名年仅22岁的小伙子在操作车床的时候发生了意外 左臂不幸卷进了机器里边 众人展开了急救 被卡小伙趴在车床上 左手臂被卡在机器里无法动弹 消防队员利用破拆工具将外部转轴破拆查明内部结构 由于机器构造比较复杂 如果破拆不当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 于是救援人员放弃破拆 利用扳手将转轴一点一点卸下 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 救援人员利用剪刀慢慢将被困着手臂与机器分离 工友说 当时机器在运转 小伙看到机器上有废材料就伸手准备清理 不料手臂卷了进去 他赶紧切断电源喊人来营救 因为伤势严重 小伙手臂不保